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飞继续提问 说他现在知道了耶稣基督的生日出生地 但是在现实中要怎么找到他呢 他会以怎样的样子出现呢 师父回答 你想想看现在什么情况 全世界都面临瘟疫的威胁 耶稣基督再来当然是来送药的 东方流离世界的教主 为什么会被称为药师佛 世界上各个宗教的人物设定 不是凭公益造的 都是得到上天的启示 并具有现实的意义 因为他是药神 找到药神就能找到基督 药神就是基督 基督也是药神 世界上有大量得到天气的人 包括作家 音乐家 画家 建筑师 电影导演和编剧等等 他们会通过各种形式 将他们所得到的上天的启示 反映到他们的作品里 在他即将面试之前 就已经有人将他的经历 搬上荧幕 比如我们说 2018年在中国大陆上映 并引起轰动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中 就以隐晦的方式 告诉世人真正的药神是谁 他的名字以及他的经历 整个电影都在讲一个人 找到他就能找到解药 末日得拯救的唯一解药 至于他的样子 圣经预言 耶稣基督再来 他无家形美容 就是长得一般 也没有什么好口才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甚至说他像贼一样 悄悄的来了 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为什么这么说 这里面就有一个道理 如果说耶稣基督再来 带着各种美丽的标签 和动人的背景 看起来无比的荣耀 谁看到之后都会心生敬仰 本事特别的大 口才特别的好 说得天花乱坠 所有的人立刻就迷恋了 所有的人听见这人说话 就成了上师闻道了 那样的话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悟道 而是被各种表面的东西迷惑了 又比如说这个人有大能 一出手就打个响雷 有大神通 那么你相信他讲的这个道 并不是因为他这个道本身 而是因为他有能力 或者长得好看 或者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权威标签 那样的话 你不是真正的信道 也不是真正的解脱 也不是真正的明白 所以圣经才会设定 这样一个人 既没有学历 也没有权威 一概都没有 身边的人也不相信他 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相信他 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 而且上帝故意的压迫他 让他经历挫折 经历很多苦难 也没有什么大成就 从所有的层面来判断 这都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不值得别人信服的人 上帝这样的设计 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 真正的悟道 你相信的是那个道 而不是相信讲道的那个人 或是因为他的一些标签 很相信他 那都不是真的信 那我不是药神 这部电影是 2018年中国大陆 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剧情片 电影讲述了一名 印度神油店的老板 从印度走私代购 一种用于治疗慢性 立细胞性白血病之药物 格列宁的防治药的经历 故事的主人公叫程勇 原型叫陆勇 但是电影的名字就说了 我不是药神 也就是片中的主角不是药神 那真正的药神到底是谁呢 片中的瑞士诺华公司 影射现实中的瑞士诺华公司 生产的治疗慢性立细胞性 白血病的分子打向药物 格列宁 影射的是现实中的药物 格列宁 现实中陆勇 是其中一名白血病病友 及志愿者 真正的药神是一个团队 包括陆勇 也包括团队的组织者 李勇 李源 原名是李勇 李源的身份是 原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主任 负责小天使基金的筹措 以及资助贫困白血病儿童 格列宁的引进 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在片中 程勇在懂英语的病患者 刘牧师协助下 取得了印度药厂的中国代理权 看一下图片 刘牧师身后的红色十字架 其实就是影射李源 红十字会的背景 格列宁的中国代理权 实际上是李源通过 挂靠红十字会的背景 与印度方面谈判取得的 以陆勇为原型的主角程勇 主要是取其名字的勇字 来影射李勇 程字拆开就是一十八口王 影射的就是李这个姓 这个电影所展示出来的情况 和真实的情况 有多大的差异呢 众所周知 在中国影视剧审查非常严格 像这样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 还牵扯到 耶稣基督真实身份的重大秘密 怎么就能上映了呢 真是太奇怪了 师父回答 相信没名之中自有天意 这个电影啊 在末日大戏即将上演之前上映 就是代表了该揭开谜底的时候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知道剧本的人 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就得承担 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 像这样一部电影 可以通过层层的审批上映 开个玩笑讲 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剧本 而上帝的小特务们遍布全世界 所以上帝想让他过审 他就能过 当然为了过审 影片不能完全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拍 现实中啊 所设计的程序远比电影中所说的 艰难曲折百倍 比如说偏中格雷卫的药价是人民币4万元 4万元左右一瓶 而当时印度纺织药价格在人民币5000元 其实也不低 每个月5000块 这个费用对中国大部分人来说 也是承受不起的 李源带领的团队 以中国红十字会的身份 以印度药厂反复协商 承诺帮助药厂在中国进行推广 并且负责整个代购渠道的维护运行 保证销量 换取印度的承诺 把药价降到500元左右 这样才能让大部分患者买得起 先解决买得起的问题 之后还得解决更艰难的问题 就是买得到 因为中共使用各种手段 来创立一个高墙 把救命药堵截在境外 不让人买 这是最艰难 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影片中啊 中国大陆警察是在瑞士诺瓦 中国分公司的要求之下 严查市场上流通了纺织药 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陆勇只是其中的一名患者和义工 是团队的排遣人物 幕后的工作是李源 他带领各地的志愿者们 千方百计的用各种手段 将这种老百姓负担的 起的救命药散发到中国的各个地方 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而中共做的就是要阻止他们 破坏他们 甚至到处抓他们的志愿者 瑞士诺华公司 不是高价药的缔造者 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 他们想降价销售 因为高居不下的价格 也直接影响到 他们的销售和利润 把药降到合理的价位 更多的人负担得起 能救更多的人 同时又扩大自己的市场利润 何乐而不为呢 真正阻碍的就是来自 中共和它下面的某个神秘机构 因为他们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 背上沉重的负担 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去死 没有切身与这些魔鬼打过交道 普通人是不会了解 他们的邪恶动机的 这一边是为了救人 那一边是为了杀人 关于这个话题 药审本人 原乡居士旅员也曾做过几期节目 做过介绍 请见YouTube原乡居士频道 答疑问秘之 中共倒台倒计时第149期 药神的名字 在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 程永印度神游店 旁边就是情缘旅店 情缘对应的就是苏东坡 僧原则传中 惭愧情人远乡坊中的 情人李源 三点水这个源 通原来的源 也通土字旁的源 指的都是同一个人 哦 师傅 原来就是那个被称为 绞刑驾教主的海外反共人士 原乡居士 我说他怎么这么仇恨中国共产党 这就不难理解 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诡异之处 他在YouTube答疑问秘频道 揭露了中共的种种罪恶 从中国白血病救助 计划生育 养老 教育 房地产 中国弃婴 中共国际黑盟友 中国人的血汗工厂 失踪人口 中共的面子工程 雾霾 食品安全 医疗等等 多角度全方位揭露了中共的 卑鄙无耻的暴虐冷血 像他这样言辞激烈 又往往一针见血的主张 为什么在谷歌的点击量会那么低 是中共在搞鬼吧 是的 正因为中共知道 并忌惮他真正的身份 以及他所负担的使命 所以他们才收买苦歌 YouTube上专门有人负责 对原乡居士账号 进行各种人为操控 都是为了将他的影响和传播度 降到最低 因为老百姓如果知道这些真相 那对中共将是致命的威胁 而且可以说 他是目前全世界所有高高在上的利益集团 和独裁者们的敌人 他就是来结束人世间所有的不平等 消灭阶级的 只要还有一个人被奴役 全世界就不自由 他也是代表上帝来做最后的审判和惩罚的 他就是来自千万年来的约定 基督再来的那个人 做上帝唯一的儿子 人子拯救人类的 现在疫情爆发 药神又出来为大家搞救命的药 可以说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续集 药神再次出山 这次也是困难重重 据我们所知 冠状病毒是中共人为制造 它里面被嫁接了艾滋病的基因片段 所以治疗艾滋病的药 克里芝对新冠状病毒有预防和抑制效果 虽然目前还没有办法将其根治 但已经是目前最有效可以保命的药 可是中共却极力隐藏武汉肺炎病毒 具有艾滋病病毒的特性 元香居士前期在印度为大家订购了一些克里芝 遭到了中共的百般刁难 采取各种措施 包括故意延误印度药的通关过程 无视患者的生命 对于中共的恶劣行径 元香居士的义工团队目前已经启动 预案就是组织团购定制 不再通过药品申报途径和EMS有整寄送 而是会以任何产品的名义和包装 走特殊的渠道进入中国 再由专人投递 此次瘟疫 虽然中共末日作恶 却也是上帝的惩罚与考试 促使人觉醒 回归本乡 一人惊觉 善机难寻 而浑浑噩噩着仍自立难度 大家选择各自归宿 祸福自取 所有人获得终极救度的唯一道路 在于彻底消灭中共专制源头 病毒并不是最可怕的 中共才是 更可怕的是所有人的沉默 只有加入全民大纪约 才是真正获得救赎的两料 到那时 上帝的灵药就会面世 关于这个灵药 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网上预言过 被称为上帝的密码 元香居士呢 也曾经对这个密码做过部分的解读 等新要面世的时候 预言就能得到验证 难道这就是元香居士 总是不已真面目是人的原因吗 他自己在YouTube频道上 答一问命前面几百期都是以一个威字 仇杀队的面具是人 为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预言 第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时候没到 真正末日的时候他就会出来 就像现在他在节目里 已经开始以真面目是人了 因为末日最后的审判将要来临 第二个原因就是预言这次末日病毒 当所有人都戴上口罩的时候 末日就降临了 口罩不就是面具吗 还有元香居士的居字 这也是预言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封城封国 每个人都要戴在家里 每个人不都成了居士了吗